三月份的时候我把黄色西瓜的籽 用保湿法催芽 准备种个黄瓜 两天后我打开一看发现并没有发芽 然后我又给放了回去 但是我第八天再次打开的时候 还是没有发芽 有可能是西瓜的问题 于是我又把红色西瓜的籽 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催芽 没想到这一放就是21天 中间我还把它装进密封袋的 这回我打开一看终于发芽了 可能是早就发芽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打开去看 然后我就把发芽的种到纸杯里面了 一共种了6颗 第三天就长出来了 小草 第四天才开始长出习惯 苗 然后它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长 第25天的时候我就远迫不及待 想给它们移载到大盘里面 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来生长 在我小心翼翼的换盘之后 第二天就有一个倒下了 不过并没有影响其他四颗的心态 现在我看就中间这颗长得好 所以就保留一颗 毕竟在阳台种西瓜空间有限 然后我就给它种到我家最大的花盆了 这大小应该够了吧 一沾完就倒下来了 不过第二天又直冷起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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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